哈喽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来到加密ALPHA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分享一个即将命车玩的财富密码 抓紧上车 那如果目前这个网页的琐事的话 我们都可以注意到这个 AVVV的名文也已经命车完了 已经达到逐渐进度的百分之百 原文的地址数是五万 这里显示的话是五万零九个 但我们大家都知道它的地址高达五万两千三百六十七个 也是将整个AVVLUNCH的生态名文推向了高潮 那么根据AVVLUNCH的名文是交易市场 这个数据体现截止是在12月的18日 AVAV的市值值四千七百六十七万美元 是目前上市值以及交易量排名第一的真正意义上的龙头名文 有意思的是 我们都知道 如果它早先的AVAV的话 它并不是AVAVLUNCH网络上第一个龙头名文 这个龙头早已经一组了多次 早在今年六月份 AVAVLUNCH上的第一个名文 AVAAS 它就已经是 现在鼠标已经移动到这里了 它就是已经是作为第一个生态意义上的龙头 随后龙头的接力棒又传给了ASAT ASAT成为了第二代龙头 ASAT自然也收获了不错的涨幅 那么随着ASAT上涨的进入尾声 上周市场开始寻找新的目标 然后所以我们第三代的AVAVLUNCH龙头名文AVAV 就正式出现了 AVAV的铸造将AVAVLUNCH生态名文推上了最高潮 那么AVAV的供应量巨大 总量是2100万张 每张的话是6969 6969 没必 对当时大家看到AVA啊或者是69啊 都会觉得 嗯对有一些不同特殊的含义 尤其是对可能男孩子来讲 目前每张AVAVLUNCH的地板价 约为2.3USDT 早期铸造者浮盈是1到10倍不等 那为什么AVAVLUNCH铸造者 盈利的数据差异如此之大呢 那我觉得啊 我个人理解啊 那我有推出以下可能就是9点 现在目前一张的 从因为此前AVAV一张GAS成本仅为0.1到0.5美元不等 而在上周末就是AVAV热情最旺盛的时候 我去参与铸造一张铸造成本已经高达了1.2到1.8美元 造成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它的持币地址数已经是5万了 那么深不见底的深度 那上个月的 土耳其大会铺天盖地的是AVAX的广告 那么AVAX在国外非常的火热 而目前明文市场主要还是在国内FOMO 同时AVAV又是在AVAX地址数上很大一部分 因为它对接其实是老外 是对外输出的链条 第三点是AVAX团队对明文的态度很好 创始人也发推说 AVAV非常的火爆 暴涨3万元 然后出现了索引中断 一下午解决了 但它是会比较积极的反馈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图示这一个历史的GAS費的增长 第四个话是 目前是有很多中文区大V 也一起就是进来就是打AVAV 那个时候 那么在第五点的话是 持币地址书的暴增时间非常短 自12月 自12号 晚上8点到17号凌晨一点 从7百人就一下飙到了52367个 从未有过如此爆炸的这个账幅 人们先知道就是AVAX和AVAX的AVAV 越了解雪崩的人才会去参加这样的一个铸造 明文铸造 那本身第六点的话 我认为是AVAV本身具有话题性的 我刚刚也说了 AVAV是对AVAX雪崩链上的一个简称 同时AVA和69 唯一一个带点颜色 但又不伤大咬的明银币 那本身这就是一种共识 随着FORM的进行 打明文翻了90倍 从0.2到1.8 0.02到1.8 Gas费的增长 依然没有办法阻止AVAV的进步 不合常理既是明银币的特点 那么同时雪崩链上从头到尾丝滑无比 我不知道大家在铸造 或者在怎么样的过程当中 去体验这样一个网站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它和其他明文确实不太一样 无论是流程、流畅度 以及你线上的一些板困 你都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那么种种一些就迹象也会觉得 它是会随着明文市场的起飞 然后它也会起飞 没有哪一家交易所可以无视这5万人的项目 同时雪崩这轮牛市很可能进市值的前往 明文赛道的AVAV将大放异彩 我们也深刻去领域到了 我之前就说过 AVAX上的 AVAX上的明文赛道 现在正处于群雄割据的状态 那么自从ASAT作为后来者 反超AVAX之后 整个生态里就没有绝对龙头了 反而促使AVAV更加的FORMO 大家都知道一旦百分百Mate后 AVAV一定会成为这样一个龙头 那么目前它的社区建设也不错 我也有加入一个线上的一个社群 它是 它名字起的就很好 它是AVAV千倍共识群 目前我是在二群 一群的话因为人太多了 起不进去 对 我每天都会去看一些它分享的东西 然后社区的意识啊 社区的成员啊 社区的member啊 所体现出来的都是非常非常的情绪 高涨 一种很积极的表现 如果稍微就可能停留个一个小时 或者是稍微更久一点的时间 但不会太久 我的消息就蹭蹭蹭蹭蹭 一直往上一直往上 大家纷纷都去议论一下就是 AVAV它本身是一个承载的雪崩名文 然后目前是应该怎样去买 然后更多是一些交易上的东西 所以不得不承认就是社区建设是非常有高头的 那么同时 我觉得最最最大家应该是最吸引的店来了 成人平台只有一point 和point就是和知名成人就是 对 就是玩偶姐姐她都在推 不过考虑到目前就是 AVAV还没有目前登录任何一个 CEX给自己证明了 不过说起来挺挺好玩的 我在一开始 刚接触到这个AVAV名文的时候 还有那个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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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就是没B 然后 我那时候就会觉得 啊我的思想就已经开始 去往那个方向去想了 对这可能就是一种共识 这可能也是一种 对我认为是一种共识 那我今天除了复盘这个AVAV的同时 我会向大家介绍一个即将命车完的明文 这个明文是什么呢 目前它的进度是73.63% 那么同时我会分享出来它的GAS的这个整个情况 我们点开这样的工具的同时也一定要 选择我们的学本链 你打的什么明文就选择什么样的链条 去这样进行完成 那么目前的做到都是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这就是 为什么我要介绍DINO呢 那么它的翻译出来的话是恐龙 DINO设置的张数和那个AVAV它其实是一样的 也是2100万张 理论上来说如果 DINO百分百mete完之后 它的市值应该和 AVAV一样 甚至可能会更高 那么并且AVAV前期的GAS飞很低 而这个DINO起步的GAS飞都接近两刀了 算起来的话其实成本是更高的 所以说 AVAX的明文龙头 嗯 目前来看的话AVAV好像是左右 但其实 我觉得大家如果能看到的话 应该都有仔细的能观察到 目前这一个网页上出现的一些情况 那么它的HOLDERS的话是 AVAV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应该是在 5000 52367个 但是但是它仅仅只Mint了73.63%的DINO 它的HOLDERS已经达到了45964个 这个速度 这个速度其实也不容小事的 我在早先的视频当中 我也去跟大家推荐了这样的一个明文 因为那时候大家 这个AVAV都快打完了 不知道下一个要打什么了 我就直接推了这个 那么早期在我的之前的那个视频当中是有体现的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之前是做过那样的一个视频的 因为我之前是做过那样的一个视频的 网络上也出现了拥堵 这应该是第一个和 第一个大佬在AVAX链上做明文 然后又形成了和 AVAV不同 维度上的竞争 不过 因为这个BEG的市值它只有500多万 这项应该不太会成为龙头 这怎么说呢 就是意味着还至少有10倍以上的涨幅 它才可能有机会冲刺 就这样一个龙头 那 反正其实还是比较值得关注吧 那么今天再讲完这个 为什么要去做 继续筑建这个 DIMO 同样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赛道 目前这个加载是 OK 稍等一下 那么这个是我的频道 我的油管的频道 那么在每期视频分享之后 我都会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分享 那我也同样在上期视频说过了 我说 错过了AVAV 那你就不要错过DIMO 我这边也有详细介绍 那为什么要去打它 过来以后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 就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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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會來切一下網路 是有點問題 我那時候去弄的時候才是 21.3% 相比照眼我覺得 那以及說為什麼要去打 可能會開啟你下一個報復的神話 也可能會讓你一夜報復 你投入了多少 然後目前我更想分享的是這樣的一個guess 那麼目前是這樣的一個區間範圍內 那如果去打呢 我剛剛也有 我之前也有去做過這樣的一個分享 如何去打 首先 這裡是okx的明文工具 那麼選擇網路一定一定要選擇 血本臉 一定一定不要選錯 然後 它其實是不是因為 就是後台反應的問題 它這個data現在是出來了 就出現了 就是不像以前這樣是灰色的了 那我們這個東西要從哪裡去找呢 我們從那個一開始的 血本鏈上這個網 我們找到這一個dino 也就是恐龍 我們去把這個地址給copy下來 然後我們轉到這樣一個明文工具上 然後粘貼 然後檢查一下有沒有出錯 一定要再三確認一下有沒有出錯 然後民客的次數是由我們自己來定的 那麼一般不建議非常大 我一般可能會是比如說50這樣子 然後連接錢包是 因為它登陸是那個okx的錢包 我這邊直接簽署一下就好 我這邊直接簽署一下就好 這網路 太長 欸 連的就是這樣的一個網路 我可以稍等一下喔 然後連接部署 其實就很簡單連接部署 然後你明客的次數 那麼你最終明客完之後就確定之後 你所出現的東西 它在哪裡看得到呢 是在這裡喔 點開血本鏈的主頁 然後這裡 my就是avax as 這裡 然後點一下 然後它會在這裡出現喔 它會在這裡出現 我是 我這個是信號 我就沒有打 那之前是打的 我這信號 所以它不會出現 這裡就會出現一張 就是明文的 圖示 一定會出現的 沒有出現就說明打錯了 如果有就是 你覺得很不保險 或者怎麼怎麼樣的話 也建議你去看我之前的視頻 或者是你去看一下 別人是怎麼樣 就是打完之後是怎麼樣的 然後交易的話 不要再 不是 有很多人問我交易在哪裡交易啊 在這裡啊 在這裡交易的啊 你自己的東西 然後去怎麼樣去售賣 什麼什麼的 這些網站上是有詳細告訴你的 這裡啊 包括它現在的價格 在這裡 都可以有體現的 你自己的 如果你打完之後 你應該怎樣去是 售賣啊 什麼什麼的 這樣我不知道大家就是 理解不理解 那它這裡是有賣的呀 它這裡已經是上了市場的呀 這樣就清楚了吧 應該 OK 那我今天的視頻其實 分享的也蠻多的 跟我上一期差不多 如果想感興趣的小伙伴 就點贊加關注 你的點贊和關注 和評論 對我來說都非常至關重要 因為有你 有你們 我才更願意去做這樣一期視頻 更願意去這樣 去告訴大家 然後帶領 這也不是帶領了 這其實是我跟大家一起去 發財 希望在2024年大家都在牛市的心底下 達成自己想要的 就是那個位置 達到自己想要的那個目標 好 OK 本期節目其實分享的蠻多的 內容也比較扎實 也複刻了整個AVV的流程 也告訴大家 下一個應該去打什麼 DN 我們趕緊去鑄造 進度 讓它 那名車百分之百 想要獲得一定的回報 那因為你現在其實入場 如果剛看我視頻的話 其實今天來說 如果如果剛剛入場 我個人覺得是有點晚了 不過沒關係 我會第一時間去分享 最新市場 最新明文市場的財富密碼 我和大家 永遠在同一個 同一地址 同一部 我們大家一同去賣出 OK 感謝大家的收聽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